滚滚农烟从公寓中窜出 直冲数十公尺高 十多辆消防车立刻赶到现场 火车不断窜出 消防人员爬到二楼 不垂线朝屋内灌旧 内部还传出爆炸声 附近居民全被吓坏 走出家门查看情况 吓死了啦 听到一声大爆炸 我们就赶快报警 新北市新店建国市场内 一间三层楼老旧建筑物 21号下午一点多 不明原因起火窜出农烟 二楼仓库全面燃烧 行销一共派出38辆消防车 索性活时半小时内获得控制 起火当下没人在内 无人员受困伤亡 但活在地点 紧邻住宅和摊商 也让大家心有余悸 很恐怖 他如果围棄到这边 整个住户都会出状况 据了解 这栋起火建筑物过去是民营市场 但年久失修已经荒废数十年 现在用来堆放市场杂物 大部分摊位都已往下方巷洞内摆摊 这回发生大火 差点波及附近居民和摊商 也让人捏把冷汗 建筑物都非常的老 有危险性 用都根或者工权力介入来改善 索性火灾没波及周边 详细起火原因 还在等火调人员厘清 但老旧建筑无人管理 如果屋主不把关 等到真的再出状况 不知能否像这次一样幸运 无人上网 记者林传番雅桥新北报道 老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摸摸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